23年以來 甚至以前 在中間國的手 就已經有密室、社統 跟李政府的手 鄉樊還是官德、社統 甚至跟田水平做總統 跟馬總統 這個重點 我相信鄉樊有很多 官德、虎兄 有很多意見 沒有人願意發生戰爭 因為我們一直在做總 戰術的發生 沒有人好家庭 可以享受一個現代法 戰爭的結果 所以 加普林檬、切梨柱山 這是病人要去面對 在戰爭以後 鄉樊看到在 任文總統這段中間 融化的交通的官邏 現年比過去 減很多 而且減很多 所以你看他 跑去F-16 其實跑去F-16 是表示F-16是我們 空軍、目前穿共台 他如果跑去IDF就對了 那種鄉樊出來 很多人會去找 因為這就已經明明 對人不會對 包括F-16現在 我們對人不會對 20幾年來過去 所以那條中間就是在說 叫我們不排過 過去是我們 沖災不排過 因為我們那時候比較強 我們的空軍不錯 對法國跟美國 不會我們F-16 我們的空軍的優勢 一定都維持 但是23年來 現在大陸議會 是五下阿明 他的軍事力量 跟他的經濟力量的起飛 他現在是跟美國 在搞境 那麼美國跟大陸 在發生這個大規模 所以剛才有人在分析說 這是美國跟大陸計畫 我們不要一條路 這不是美國跟大陸計畫而已 美國聯合印度、日本、南韓 甚至到菲律賓 整個印度、太平洋的中間 他就是在封鎖大陸的一帶一路 這是兩個 台國中間的戰術、戰略的補局 可惜是我們台灣 剛才在這個 小太平洋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你選到一個美國 馬英雄當總統的時候 他是親密、優立、合同 保持三方面 大家都是一個很好的溝通 所以不會發生這個東西 甚至我們也不會說 美國來對台海中山走 我們就鬆到抓不住 你看看 美國這個大要來攝影 沒那麼多大 他要來攝影 他跟你說 他如果跟美國跟大陸說好 他如果跟你在建西安安 如果說你台灣要打自己打 這是很明顯 我相信台灣人很清楚 我們結果把我們所有的安全 都放在美國人的政府上 這是不對的 你激絕和大陸做聯合的交通 主張台灣獨立意志 他們都還要跟大陸交通 甚至交換意見 佈下種種的官方 就是怕台灣跟大陸 大陸交換之間 插請招會 當然是我們北韓 台海擁換跟中黨地區 這世界大家認為 很擔心的一個問題 我們北韓現在緩和 台海在國民黨執政這八年 也比較緩和 最近實在說是為了選舉 我們在這個節目中討論很多 為了選舉 因為執政不力 只要失去政權 為了打白火湯 打白火湯引進米國進來 跟大陸招命人加工 然後大陸 我還要跟北京的朋友說 你們再讓你這樣一次倍 兩次倍 再加倍三次 割英文的逆轉勝 他就翻白為勝 也許你覺得揮過中線沒有什麼 你現在就是提供給蔡政府 莫大的養分 他就是照你這個來 你又向台灣人 你看大陸對我們不優先 大陸就是要把我們吞下去 大陸現在要把我們出兵 我們現在要印米國進來 所以四千億拿也不用出價 本來還要出一千億 出三千億 現在都不用出價剛好 剛好順序又向北京下去 我們台灣人錢給他 人給他就拿人送錢 所以這是一個局 那麼這個政敵的選局 為了故意的政權 我們要付出幾千億 我們要付出幾千億 我們要付出那些人大 然後如果派文還要繼續接政 你想看你這三年過什麼日子 所以不能中價 分析事情 在聽事情要理性 網路如果要那些萬軍 他賜很多萬軍 現在把這些資料出來 他就對網路開始疊 什麼我變台肯 我會變台肯 你們要代表說要台灣 我們要台灣變台肯 實在你們如果有夠 很會發明這個新民宿 所以我建議剩英文總統 就說我們是多多交流 你如果最近很多大陸來 為什麼丹明通 他會那些收起 地高欣修就說出去 我很多要來訪問 這個大陸的幹部 他們要配準 配準都把你好割 好割他會找我們說 劉委會以前你們接政 是不是有些幹部有實在 我說我問看看 他好割的意思就是 說不然你們 譬如說 誰是主任 或是這個 這個 性的副主任這幾個 你只要來台灣 萬一跟丹明通記民 就幫你轉 行程一定要排 代會入委會主委陳明高峰 沒有來劉委會 譬如說你的行程到台中力多賺 沒有我來台中力多賺 來博市長相比 這樣可以轉 他們沒有要 所以這就變成 兩方不可行 我也沒有要和你交流 你也沒有要和人交流 越不要交叉 就越容易申請五歲 所以今天做成兩方 會對這個越來越緊張 所以我們是可憐 蔡英文總統 你還要當下的任期 我認為說 廣發你會有素敏感 你紀念口口聲聲 還要維持現狀 那麼維持 如果是過期安全的現狀 應該是途途交通 你這次的金融 會讓你定期間來得到民意的支持 但未必然你會當選 你如果是交通 真的把廣發做到安穩和平發展 台灣人相信 你有能力處理廣發的問題 也許你電腦比較有認認的機會 大家放心 其實在這麼高階國家的 這麼重大的利益安全之下 有啦 只是這個不方便講 我們真的有管到嗎 我認為這樣 小英總統從選前 一直到選後他執政 他沒有變 他就是講維持現狀 也就是親美有日合中 大家冷靜想 為什麼這幾年來 合中沒有辦法做到 是因為中國 是中國片面的改變了 中國把他要併吞台灣的騎乘 這個Timetable他提早了 因為習近平的關係 他們的做法有更積極 所以這個責任不能片面的 只怪到我們台灣 還有美國他從來沒有要併吞台灣 但是中國每天口口聲聲 就是要併吞台灣 美國是我們的友邦 我們跟美國是怎樣 是共享自由民主的這個價值 還有我再一次強調 這是一句名言 也是我們人類的真理 自由不是免費的 為什麼中共有那麼高 台灣17倍的軍費 因為他也要維持他自己中國 他自己的主權 他有他們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 美國更是你中國的5倍的軍費 我們台灣維持一個合理一定的軍費 對 跟美國軍購 不是從蔡英文才有 馬英九的時候那8年買得更高 更多 不是 我說即便 輕忠如馬英九指 他也認為在捍衛台灣的主權的時候 也是要有相當的付出 台灣現在的狀況到底好還是不好 我來報告一下 我認為走在正確的方向 而且指揮越來越好 剛才賴教授說的兩邊的管道 我們常常聽說熱線 川普跟習近平有熱線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我們陸委會跟大陸的 國台辦有熱線 國台辦有熱線 現在有沒有 我在跟大家報告 9596飛彈危機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兩國論 兩岸感覺非常非常的危機 中共的軍機都沒有跨過中線 即使講959 那時候我哥哥是海軍作戰署的署長 對 他非常的信 那個時候都沒有跨過中線 我跟大家報告 日本跟蘇聯的軍機或者船艦 他都會從台灣海峽的東邊 東邊 對 從東邊過去 美國平安心講 他以前也是從東邊 你為什麼這幾年要從台灣海峽 這一兩年從台灣海峽 我覺得某種程度就是一種挑釁 今天蔡英文 我們發生那麼嚴重的事情 蔡英文還用慈母守中線當成兒戲 我是覺得當成兒戲 海峽兩岸的任何的軍事衝突 那時候一爆發以後就很難收得住了 所以我是覺得台灣不要甘坐美國的旗子 如果台灣還在甘坐美國旗子 美國會幫我們來出兵 當中國大陸和台灣軍機插槍走火的時候 沒有關係 美國會來保護我們 如果還有這樣子的想法 大家想想 9596台海飛彈回去 我們有多少的資金串逃 這些事情都是不可以去開玩笑的 真的蔡英文要去想想 那麼多年都沒有跨過這個中線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還是用守中線 剛才主持人這樣 用開玩笑的講法 我覺得他不配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再跟大家報一下 《孫子兵法》裡面講的 第一點 兵者國之大事 你把它當成玩笑在開嗎 施燕兄我給你報告 如果說台海有熱線的話 我現在大家不相信 你連陸委會都是扮演打走的角色 而不是促進海峽兩岸的和平交流 大陸跟台灣會有熱線我是不相信 我跟大家報告 今天打幾仗來 不是只打民進黨 每一個人都會受到 三家財產的一些威脅 這個事情 我們這個節目談了兩次 我覺得真的非常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事 告訴民進黨 警告民進黨 不要為了拿這個事情 作為你們選舉 選舉的選舉槍來隨便開一開 讓獨派的人 或者讓誰來爽一下 這個千萬不可以 把它當成兒戲 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 我也跟你報告 國家安全這個最高機密 其實有很多 包括您是社會委員 過去當過國安的委員 其實有的並不是說 讓大家都廣為周知的 否則 那就不是國家安全機密的 最高的極限 第二點 職母守中線 這不是兒戲 這不是在什麼野餘玩笑 這講的這是何等嚴肅莊言 這是表示身為國家的領袖 三軍的統帥 他要向他的主人人民報告說 他有盡到他應有的職責 他一定會守住我們台灣 國家安全的底線 也就是守住海峽的中線 這個就是當初那個台日安保對話 也是同樣的殘境新聞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疑心病 我第一個懷疑說 這個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 第二個我要想說 這個可以公布 如果是真的的話 你公布這幹嘛 這個是壞消息 好消息是明年也可以選總統 這是好消息 這個是韓國瑜 昨天接受聯合報講的 他在罵賴清德 有點批評說 賴清德如果真的欣賞他的話 應該去年他當選那一晚就要講 怎麼到自己想要選總統才說出來 所以這個韓國瑜懷疑說 你這個時間點很怪 你怎麼現在才稱讚我這樣子 好 沒關係 韓國瑜說第一種可能 賴清德真的欣賞他 來個英雄對決 決定中華民國未來的方向 這個是重點 所以擔心韓國瑜不選的朋友 可以這樣看 他都已經講這樣子 講這麼白 第二種可能 賴清德要蹭他 拉高他之後 大家自然而然就開始的匹配 兩個人作對廝殺 第二種可能比較不重要 我們看第一種可能 決定中華民國未來的方向 觀眾朋友這非常重要 每年也可以選總統 你選出來總統 對我們中華民國未來的方向很重要 我也不要下定論 我的意思說 賴清德當選總統 或是韓國瑜當選總統 哪一種的狀況 兩岸關係會比較好 觀眾朋友你要自己決定 我給大家看昨天的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我在自由時報沒看到 很抱歉 沒關係 我們看聯合報 韓國瑜帶隊掃毒 夜店咖雀嗨了 你看他放那什麼照片 這個是韓國瑜嗎 韓國瑜是這一個 聯合報系 照片怎麼做成這樣子 我不懂 請問那個是誰 很像是水戶 怎麼放那種照片 我覺得很奇怪 沒關係 我們看蘋果日報 來 這是韓國瑜 你看這些 其實拍得也不是很好 因為這個版面沒有辦法 拍得最好還是我們中國時報 來 我們看中國時報 觀眾朋友 你自己看 你看這個 這個像是貝林檢嗎 這像是貝林檢嗎 我要用這個照片 跟我們龍介兄對話 像參加演唱會 對 這比較像是演唱會那種 我跟你說恐嚇牌跟兩岸牌 民進黨用很多年了 用很多年 你說這些年輕的朋友 他們會信這一套嗎 恐嚇牌跟兩岸牌 民進黨用很多年了 用很多年 你說這些年輕的朋友 他們會信這一套嗎 我真的很懷疑 我對年輕的朋友 反而有信心 雖然我也很老了 他們恐嚇牌 兩岸牌 對於這些朋友而言 剛剛我們講的兩岸的故事 他們都沒聽過 他們那時候都還沒出聲 可是他們看到韓國瑜來林檢 他是這種標情 這種大家都把手機拿起來 我昨天跟他說 我們一般的林檢 大家是在嚇 趕快走 莫名其妙那些死條子 死條子 這個把它剪掉好了 你看這些 這些這麼開心的畫面 這樣的狀況 我認為龍介兄 剛剛講的那個恐嚇牌 跟兩岸牌 有用 但是效果遞減得很快 我認同你的看法 這是用韓國瑜取代搖頭丸 只要韓國瑜 不要搖頭丸 這是好的 所以我一再的呼籲 我三個多月來 我呼籲得比韓粉跟藍營們積極 我一直說韓國瑜 你就出來吧 你就出來吧 尤其這樣子 這是很正面的 大家捨棄不要毒品 不用毒品 青年朋友就可以這麼嗨了 這是什麼不對 很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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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 daar 有